伤央方生 在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 有这样一件青铜器 它呈长方形 外形普通且没有繁复的文饰 更没有精巧的机关设计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 看似普通的良器 却与著名的历史人物商鞅 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是迄今为止 有关商鞅变法的唯一一件遗物 也是尚伯珍藏的 极为珍贵的国宝之一 这件被后世称为 商鞅方生的良器 见证了秦朝的崛起 陪伴着当年积贫积弱的秦国 走出了一条富国强兵 进而一统天下的 充满鲜血与汗水的荆棘之路 那么商鞅方生 到底为我们研究商鞅变法 提供了哪些宝贵的信息 统一度良恒 为何在商鞅变法的一系列措施中 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 网友们就商鞅方生的造型 以及它与商鞅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 发出了一系列的疑问 对于这些问题 主讲人又将怎样回答呢 上海博物馆馆员葛亮老师 继续带您一起复活文物 还原历史 敬请关注 镇馆之宝 商鞅方生 今天咱们要介绍的这件青铜器 跟之前说过那些相比 外观上特别不起眼 如果说跟大克顶比 大克顶是一个200多斤重 体积巨大的重器 这个呢最长不到20厘米 只有0.7公斤 就这么大 如果说跟之前介绍的 亚县孤朱方雷那些比 那些呢是浑身上下装饰了 非常细密繁腐的花纹 是特别好看的青铜器 这个呢什么花纹都没有 它就是个素的 之前我们还说过啊 中国古代青铜器 主要是王室贵族 在祭祀响业这种重要场合 所使用的礼器 这件吧 大概也算不上 它更接近是实用品 但是呢 这一件不是很起眼的文物 它跟大克顶一样 属于禁止出国出境展览文物 也就是说 这件东西 它是从咱们国家的珍贵文物 也就是所谓等级品里边 最高级的一级品里 再选出来的这个极少数 特别珍贵的孤品 就是说啊 这个东西啊 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必须万无一失 那么这件 无可替代的孤品 它就是目前可见的 商鞅变法的唯一一件遗物 商鞅方生 商鞅变法的历史啊 我想大家都有所了解 秦国原本是偏居西北的 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国家 那么到了公元前361年 秦孝公即位了 秦孝公是一个很有报复的国君 他一集位啊 就向全国求贤 争求啊 能出奇迹强秦者 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 到了秦国 商鞅这个名字啊 是因为他后来被封在 商这个地方才有的 商鞅是卫国人 所以到了秦国呢 可以叫他卫秧 商鞅自己的族室啊 是公孙氏 所以啊 他的本名应该是公孙鞅 商鞅到了秦国啊 他见到了秦孝公 向他陈述了变法图强的道理 深受秦孝公的信任 到了公元前的356年 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术长 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主要是两方面措施 第一是制定连做法 而且啊 轻罪用重刑 也就是说 让老百姓啊 互相监督 互相监视 有一个人犯的罪 好多人都要遭殃 而且呢 轻罪用重刑 谁也不敢犯事 这样一来啊 国家有什么法令 就能够贯彻执行下去 没有人啊 敢阻挡 第二条啊 就是奖励更战 开荒的给奖励 有军功的呢 给你爵位 这样啊 老百姓啊 不论是在家种地 还是出去打仗 他都有了一个盼头 都有了一个保证 没过几年 商鞅的第一次变法 就有成效了 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啊 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到了公元前 352年 商鞅啊 升任大良造 他这个大良造啊 大概相当于别的国家 相国加将军 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 公元前350年 商鞅开始了 他的第二次变法 如果说同一次变法 还是明法纪促生产 第二次就搞大了 我们来看看 史记是怎么记载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的 商鞅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条 筑记雀宫廷于咸阳 情字拥喜都之 上来就迁都啊 从哪呢 从雍城 现在陕西的凤翔 迁到咸阳 既搬到一个地理位置更好 交通更方便的地方 也可以摆脱旧贵族势力 对他的束缚 第二条是 令明父子兄弟同事内息者为尽 什么意思啊 父子兄弟你都得分家 为什么别人分家呢 按户征税 按户抽摇役啊 第三点 即小都相议据为县 制令呈返三十一县 这就是啊 推行县制 把地方上的政权 军权 财权 从小贵族手里 集中到了国家上 就是后来所说的 中央集权了 第四条 维田开千末封江 而赴税平 实际上 就是废除了贵族的 景田制 大家公平 严格按照 填多填少来赴税 第五条 是 平斗筒权衡杖尺 这条啊 就是咱们大伙 重点要讲的 统一度量衡 那么 商鞅第二次变法 这五条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一句 居五年 情人富强 大家看啊 在这几条里边 统一度量衡 和前面那几件大事 它是并列的 这就说明了 它在商鞅变法中的 重要地位 那么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 究竟什么是度量衡 第二 统一度量衡 为什么那么重要 那么 先说什么是度量衡 我们呢 用上海博物馆的藏品 每一类举两个例子 首先 度是长度 是用尺度测量物体的长短 这是两把骨齿 短的一把是象牙齿 一般认为是商代的 它的长度是15.8厘米 也就是说 当时的一尺 应该是15.8厘米 它中间啊 有十个格 每格是一寸 每寸里头啊 还有刻度 长的一把 是东汉时代的铜尺 汉代的一尺 长是23.1厘米 这把铜尺也分十寸 每寸里边呢 有一个形态各异的 鸟兽形象 我们知道啊 一丈是十尺 那么所谓丈夫 就是身高十尺的男子 这个词估计来得很早 如果用商代的尺算 丈夫1米58 跟当时男子的平均身高啊 差不多 要是拿后来的尺算 2米31 丈夫都是姚明了 下面看梁 梁是溶积 就是用斗梁 来测算物体的多寡 商鸯方生啊 就是一件梁器 所以呢 它也叫商鸯梁 或者叫勤梁 那么就是因为啊 它的溶积 正好是商鸯所规定的一升 所以啊 现在才叫它商鸯方生 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件梁器 这两件里边啊 左边的是楚国的梁碑 战国时代的 右边呢 是秦代的妥梁 不是方的 是妥的 他们所发现出的计量单位 标准梁值都不一样 所以啊 统一才那么重要 最后讲横 横是什么 是重量 是说啊 用全横称量物体的轻重 什么是全横呢 今天好像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 其实它有实际的来历 全就是法码 是称托 横呢 我们一看这个横字就想得到 天平嘛 它是平衡的 我们用的最早的这个横距啊 就是天平 后来人们掌握了什么呢 杠杆原理 才有了一头长一头短的杆称 屏幕上头是新莽时期的横杆 中间可以吊起来 两头应该还有称盘 这个新满横杆上啊 有长篇的名文 是往往颁布的诏书 说同绿杜梁横 希望万国永尊 下面啊 是战国处地的环权 就是环形的砝码 楚国的一两啊 大约和今天的十五克 这三个从小到大 分别是一两 二两 四两 那么介绍完杜梁横 咱们再说说 统一杜梁横制 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杜梁横的制度啊 它是跟交易 赋税 这种经济活动 密切相关的 尤其是赋税 一个国家 对内要搞经济建设 对外要打仗 税收是根本的 税收不上来 粮食收不上来 一切都是空谈 前面说过啊 商量变法 打破景田制 那么 丈量土地 就有了很大的需求 等到土地上 有了出产 就可以收税了 这个时候 统一杜梁横 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啊 在战国时候 不要说 各国之间的杜梁横 不一样 就是秦国内部啊 他也没统一 而且啊 当时所用的 度量横器本身 他这个精度啊 也成问题 商量呢 显然是认识到了 这个问题 所以啊 把统一度量横 放到了变法的 重要位置上 战国策里啊 有这样一段话 说 他就把统一度量横啊 当作 交民更战的前提 然后才有了 冰冻而地广 兵修而国父 无敌于天下 从以上说的这些啊 都可以看出 统一的杜梁横制 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一位名叫 严若夏伦的网友问 古代量器 是不是有官用 和民用的区别 这个商量方生 是官用的 还是民用的 这个量器 当然是由 这个民间有官方的啊 这件是官方发出的 代表国家标准的 一个标准器 所以民间的器 很多是应该是 按照标准器在做的 关于商鞅方生 与商鞅本人的关系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网友 木木的金子纹 这件文物叫商鞅方生 是因为它是商鞅发明的吗 这个可不是商鞅发明的啊 是因为它上面 有商鞅变法留下的名文 所以叫它商鞅方生 生这种东西 这种量器 很早就有了 商鞅在变法期间 统一了秦国内部的杜梁横 不得不说 这项看似十分具体 而细微的工作 不但为秦国的农耕 赋税改革 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更为日后秦始皇 统一全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 公元前356年 商鞅开始了它 第一次变法 但是具体到 它何时统一了 秦国内的杜梁横 几乎无从考证 那么就此商鞅方生上的名文 是否能给出准确的信息呢 下面我们来看商鞅方生 今天可以看到的 带有商鞅名字的 古代青铜器 有好几件 但是呢 除了这件 其他都是兵器 上面的名文呢 很简单 勉强可以说是 交民更战的这个产物 但是兵器上的名文呢 很简单 看不出变法的具体内容 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说 商鞅方生 是目前已知的 商鞅变法的 唯一的遗物 现在存世的 秦代的梁啊 横啊 称陀啊 有好多 但是呢 那些啊 都是秦统一全国之后的东西 统一之前的 现在只能看到这一件 商鞅方生 那么我们怎么确定 这个东西就是秦统一之前 是商鞅时代的呢 关键啊 是他上头 有名文 商鞅方生上 一共有四重名文 最早的是商鞅的名文 后来呢 还加课了秦始皇的 一道诏书 另外还有地名 咱们呢 分头来看一看 咱们先来看 最早的一道名文 也就是最珍贵的 商鞅名文 他说啊 十八年 齐遣清大夫 重来聘 冬十二月已有 大梁造央 原积十六寸五分寸一 为生 什么意思呢 说是秦孝公的十八年 齐国派遣了好多位清大夫 到秦国来访问 那么在这一年的 冬天的十二月已有 这一天 大梁造就是商鞅 把十六又五分之一 立方寸的容积 规定为一生 这一段话里边 就有好多历史书上 没有记载的内容 第一条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年代 史书只记了 公元前三百五十年 但是具体到 统一杜梁衡这个举措 统一杜梁衡里边 规定衡制这件事 现在我们知道 秦孝公十八年 是公元前三百四十四年 这里边甚至可以具体到天 就是当年的冬十二月已有 第二点 在这一年 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齐浅清大夫来聘 这个记录 可能纯粹是一种 用大事件济世 这么一个行为 在这个先秦时代 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在一个年份后面 跟件大事 纯粹是济世的 这个事呢 也有可能 和商鞅确定梁衣啊 它有点联系 比方说 这个齐国人来到秦国 可能跟他们有点 财务上的往来 这个时候 齐国秦国 本来梁衣不一样 转换一次就够麻烦了 结果秦国内部还不统一 哎呀 这事就没法办了 所以啊 商鞅就趁此机会 以此为契机 干脆把这个梁制 给他确定下来了 当然这个只是 只是我们现在的推测啊 我们保险的说法 暂且可以认为 这两件事 它没有绝对的联系 第三点 商鞅具体 它是怎么规定的 这个标准生啊 历史上也没记载 通过这个明文指导 它是用 长度换算容积的办法 把16又五分之一立方寸 定为一升 这么做啊 对今天我们而言啊 还有个好处 因为秦的尺子 到现在还没发现 如果我们知道 商鞅方生的容积 就可以反推出 那个时候 一尺是多长 好 这就是商鞅名文 也就是商鞅方生 第一道名文的内容 商鞅统一的 秦国的度量衡之后 他定下的这套制度啊 在秦国用了一百多年 到了秦王正 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要统一全国的时候 他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那个时候啊 东方各国的度量衡 不要说量职 单位 有些连禁制都不一样 这就好比啊 咱们现在去英美国家 你跟他说公斤 他跟你说棒 那麻烦死了 对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言 这种情况 是绝对不能发生的 所以啊 秦始皇统一之后 马上就用秦制 统一了东方六国的 度量衡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所谓秦制啊 就是已经在秦国 使用了一百多年的 商鞅所定下的 度量衡制 秦始皇统一天下 是在他登基的 第26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 二百二十一年 在这一年 秦始皇发布了一道 统一全国度量衡的 诏书 于是啊 商鞅方生 在他已经使用了 一百二十三年之后 又收回夹刻了 第二道名文 就是秦始皇的这个诏书 这个诏书怎么说呢 二十六年 皇帝静并肩天下诸侯 前首大安 立号为皇帝 前首嘛 就是老百姓 这句话很有气势啊 静并肩天下诸侯 秦始皇觉得 自己比历史上的 三皇五帝都了不起 改名字 不能叫王了 叫皇帝 第二句 乃兆丞相状 晚 刚统一的时候啊 秦有两个丞相 奎壮 王婉 秦始皇呢 就指派他们俩 去办这个事 这个奎壮的壮字啊 史记写的是 奎林 树林的林 应该是超错 从出的文献来看 应该是 状态的这个 状 最后一句 最关键 法度量则 不依贤依者 皆明依之 就是说啊 度量衡 凡是有不统一的 有疑问的 都要明确 要统一 咱们看 其实 秦始皇说的话 真正只有最后一句 那么 这大概是一个指导方针 具体你们怎么办啊 那没必要 写在诏书里头 现在我们知道了 他呢 就是把 商鞅定的度量横置 推广到了 东方各国 以上就是 商鞅方针的 第二道名文 秦始皇诏书 除此之外 方身上还刻了两个地名 仲泉和林 仲泉 在今天的陕西蒲城 这个字体啊 跟商鞅名类似 说明什么呢 它是 头一次刻的 可能啊 商鞅方生 最先是发到 仲泉这个地方去的 第二个名文是 林 就是现在河北的 林城 林的字体呢 跟秦始皇的名文 是一样的 说明什么呢 这个东西啊 是后一次加课的 这种变化 可能是 统一之后 先把在 仲泉这个地方的方生 收回到咸阳 加课上第二道名文之后 它没有还到原地 而是给了相对远方的 另外一个地方 林 很可能是啊 刚统一 东方各国 特别缺这个 统一的杜梁横器 标准器 所以啊 就没还到重权去 给了远方 那么这两个地名啊 才三个字 从这里头啊 咱们可以看出 商鞅方生 或者说秦代梁器 他使用的一个情况 秦始皇啊 他没做成多少年皇帝 人没了 那么他的儿子 就是秦二世即位 他就看他爸爸 这个名文呢 绝对有问题 怎么说呢 按照秦始皇的设想 他自己叫始皇帝 后面呢 都叫皇帝 叫二世三世 直到万世皇帝 但是秦二世发现 秦始皇这个诏书里 只说皇帝怎么样 皇帝怎么样 他没说是始皇帝 若干年之后 他儿子孙子千千万万之后 会不会搞错呀 所以他也发布了一条诏书 这条诏书啊 一般就夹刻在秦始皇诏书的左边 比方咱们前面看过的那个秦 妥良 妥原的那一个 就是有这两道诏书 右边呢 是秦始皇的 左边是秦二世的 咱们看啊 比他爸爸话还多 秦二世怎么说呢 元年至兆 丞相思 去集 到了秦二世的元年 丞相变了 是李斯 逢去集 说 法度良 尽始皇帝为之 皆有刻词焉 今习号 而刻词不称始皇帝 统一度良恒 都是始皇帝干的 但是刻词上 却没说始皇帝 只说了皇帝 这不行 为什么 后面说 其余久远也 如后似为之者 不称成功胜德 时间久了之后 咱们秦朝千代万代 都叫皇帝 怕你们搞不清楚 这最初的这个功劳 是我爸爸 是始皇帝干的 所以最后一句 刻词照顾诏左 始务疑 你们啊 不要怀疑 都是始皇帝干的 当然了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秦二世是多虑了 他们家就 就没有后世了 不过呢 经过两代皇帝的推动 秦代的度良恒气 到现在 留下来的还挺多 上面往往啊 都有这个名文 在我们上海博物馆就不少 除了之前看过的 梁 还有拳 有照版 我们各举一个看一看 左边的是秦拳 就是大圣陀 叫拳 上边的也是刻了 秦始皇 秦二世的两道诏书 右边这个呢 是照版 就是一块铜板 上面有照书 这是为了镶嵌到 比较大型的 全梁上用的 那么从中央发出的时候 只要发一个小铜片 就可以了 不占地方 这块呢 是秦二世的照版 那么这些度良恒气啊 他不是说这个 发出去就完了 秦国和秦代 还有一套严格的 度良恒检定制度 也就是说啊 这个政府相关部门啊 要定期对度良恒气 做检测 如果误差大了 要罚 正是由于 推行维持的力度很大 商鞅所定的这套 度良恒制 在秦代 它就稳定下来了 虽然啊 秦是二世而亡 但是他们定下了这套 度良恒制 影响深远 根据现在考古发现 我们知道啊 它的标准良值 至少一直沿用到汗末 也就是说 商鞅规定的这个良值啊 前后至少用了 五百年以上 网友邻间的绘问 我看到这件文物 是用铜做的 过去古代的度良恒 一般都是用什么材制作的 商鞅的时候 为什么用铜做 而不是用石头 或者木头 度良恒气啊 应该说各种材质都有 用铜做呢 是比较高级 它呢 长度宽度尺寸 比较稳定的 才是用铜做的 像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 还有象牙做的 也是高级的 但是呢 我们节目里还讲了 除了这种铜器之外啊 还有照板 就是把照书 直接做在一个保表上 那种啊 就是镶嵌到别的器物上 比如大铁拳啊 比如说木桶 都可以 商鞅方生 虽然其貌不扬 但却是一件 带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当之无愧的国宝 那么 这件珍贵的文物 到底是如何来到 上海博物馆的 在此之前 它又身在何处 实际测算 商鞅方生 究竟可以为我们解开 怎样的谜团 商鞅方生出土的时间地点啊 很可惜 都不可考了 那么 就目前的资料 我们知道的 它最早的收藏者 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收藏家 龚兴明先生 龚兴明先生 有这么一套记载 说 秦良 鬼卯七月 以重金得于清辉阁 这个鬼卯年呢 是1903年 清辉阁呢 可能是某个人的摘号 也可能是一家店 现在啊 暂时还不清楚 龚兴明先生啊 出自合肥龚家 龚家在当时啊 是个大家族 还是一个外交世家 龚兴明先生的父亲 龚兴苑 做过清朝驻 英法义笔四国公使 他的弟弟 龚兴昭 也在清末 做过驻加拿大的总领事 龚兴明 龚兴昭兄弟二人 旅居上海 这两位啊 都是大收藏家 他们的藏品啊 涉及自画 背帖 铜器 印章 陶瓷 门类很丰富 而且质量很高 其中啊 龚兴明特别真爱的 是两件 经济类的文物 龚先生啊 当年在南京的汤山 经营温泉 他在汤山呢 也给自己盖了个 温泉别墅 取名字叫做 周园秦良之士 这个名字啊 就是用他 最真爱的两件文物 来命名的 这个图上就是这个 周园秦良之士啊 秦良就是商鸯良 也就是咱们说的商鸯方生 周园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啊 俗称印子金 就是啊 上面盖了很多印的一种金块 其实是什么呢 是战国时期 楚国的一种称良货币 就是啊 用的时候随时称重的 一种金子 这种金子上啊 盖满印章 往往是两个字 隐称 隐呢 就是楚国的首都 称呢 就是称良嘛 这个字就是后来啊 称分量的称的 繁体字的右边 这个称啊 在龚先生的年代啊 被错误地认为是园字 所以啊 他所谓的周园 就是咱们说的 楚国的隐称 这个图上就是龚家曾经收藏过的金版 隐称 龚新铭先生啊 很早就把商鞅方生和隐称出版了 公布了 而且呢 他还写了文章 一篇叫周元金考 一篇叫秦央良考 专门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啊 早年公布的都是这种啊 这种是踏片 没有照片 也没有实测的数据 当年看到这个商鞅方生的踏片 研究古代史的学者 那都是非常激动了 很多人都想写文章 具体地来仔细研究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东西在公布家 一般人呢 只能看踏片 看踏片的毛病啊 就是只能研究文字 比如什么重拳是哪儿 灵是哪儿 商鞅叫大梁造 它的具体测量做不到 那么就有三个问题不能解决 第一 商鞅规定的升 它具体是多少啊 多大容积是一升啊 第二 这个容积 跟秦统一之后的比起来 是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 这个秦始皇 到底是不是拿着商鞅规定的 这个良知啊 去统一全国的 第三 通过这个容积反推 秦代的一尺 是多长呀 这些啊 一定要通过实测 通过对比 才有答案 那么 商鞅方生 在龚家的情况 怎么样呢 龚兴明先生 后来过世 他在弥留之际啊 跟自己的儿子 龚绪仁先生交代 说 秦良 商鞅方生 和印字金 就是印称 是咱们家的 传家之宝 一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绝对不可以 卖给别人 但是啊 这两个东西都公布了 都出版了 它的名气实在太大 社会上都知道 商鞅方生 在他们家呢 那么 龚绪仁先生啊 就想了个办法 他呢 不管谁来问 捅一口气 说 这个东西 已经被祖上 卖给外国人了 咱们家里 根本就没有 那么到了1960年代 上海博物馆 也成立好几年了 也知道 龚家有 商鞅方生 这个东西 就派管理的 青铜器专家 去跟龚先生谈 希望跟他交朋友 也问问 商鞅方生的下落 但是啊 龚先生还是那句话 东西卖了 家里没有 所以啊 这事后来就没下文了 到了龚绪仁先生 去世之后 那么龚家的子女 经过慎重的考虑 最终决定 把这些文物 都坐驾转让 给了上海博物馆 网友泉水叮当问 商鞅方生 为什么做成方形 这个问题 还挺难回答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 也讲了 类似的凉气 方的 圆的 统圆的 都有 那么这件事 方的 我们猜测的话 可能是因为啊 它是用长度 来换算体积 得到这个一生的 大概方的 比较容易换算 在微信平台上 网友亲爱的大鱼问 古代的凉气 全都是用来 凉凉食的吗 古代的凉气 可以凉各种东西 比如凉食 也可以凉盐 大一点的 凉水也可以 各种没有形状的 都可以凉 拿到这件 勤凉的上海博物馆的 青铜器专家深知 要想解答 种种的疑惑 实际测算 商鞅方生的容积 势在必行 然而 就是这样一件 看似简单的研究工程 却花费了研究人员 大量的时间与心思 那么 实际测算 商鞅方生 到底难在何处 请继续收看 镇管之宝 商鞅方生 商鞅在收到商鞅方生之后 对它做了非常精密的 科学测量 而大家说 这个测溶积不是很容易吗 把水倒进去 再倒出来 拿个凉杯 一看 不就有了吗 但这个方法 对商鞅方生 它不是用 为什么呢 首先啊 这个东西 几千年了 它的表面 有铜锈 而且铜锈的厚度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它每条边 每条边上各个点的厚度 其实都有差别 第二 这件东西啊 它用过几百年 它的口言都磨损过 所以它的厚度 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第三 由于青铜器本身的特点 它这个逃犯翻柱的过程当中啊 不是非常非常的精确 而且用的时候 也会有点变形 所以啊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 在局部做了去秀的处理 在室温20度 正负一度的情况下 用显微镜 取了很多个点 进行观察 然后再用它们的平均值 做计算 那么算出来多少呢 最后得到的实测容积 是商鞅的一升 和202.15毫升 又根据明文倒推 算出尺度 商鞅的一尺 和23.192厘米 这就是目前最大限度 接近商鞅升 商鞅尺的数值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 之前的三个问题 第一 商鞅规定的一升之值 大约是202.15毫升 第二 从其他已知的 秦代量计算了 当时的一升 大约是200毫升 误差呢 一般不超过两毫升 那么一对比 商鞅量和秦量 它的容积一升是一样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 确确实实 就是用了商鞅规定的量制 第三 商鞅时代的一尺 长度23.192厘米也有了 这个长度啊 跟之前我们看到的 战国汉代尺的长度差不多 那么由于秦代的尺到现在 还没出土 商鞅放生虽然是个量器 但它现在也成了 秦代尺度的一个标准器 好 那么加上前面我们分析 明文讲那些内容啊 商鞅放生的信息 基本上就讲完了 它的重要历史意义 我想也可以不要再重复了 最后啊 我想讲一个历史巧合 在中国古代啊 有两个朝代 特别注重度量横制 都是由皇帝亲自颁诏书 刻在很多的度量横器上 发到全国去 到现在也留下了很多 带有诏书的度量横器 这两个朝代 一个是秦 一个是新亡 秦呢 他是希望二世三世 直至万世皇帝要传下去 新亡呢 刚才我们看那个 新亡横杆上的名文说的是 同律度量横 万国永尊 都有大报复 结果啊 秦朝一共十五年 亡了 新亡 也是十五年 亡了 这样的历史巧合 它背后是什么道理 这实在是一个 值得大家 慢慢思考的问题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 再见 再见